北市保齡查室爆出食物中毒 目前通報是31例 其實根據昨天整體的通報案件 並沒有增加 但是北市依舊在今天下午 是召開了最新進度的記者會 其中就包含了 在今天中午是找來了 大時代的保險公司 也就是新安東京 一起來談理賠 目前確定這些受害者 都在理賠的範圍內 而目前這些通報案件中 其實還是有4例是重症的狀態 目前都有非常嚴重的肝腎衰竭 讓我們聽一下稍早的訪問 腎衰竭的情況也都沒有改善 目前四位患者都沒有尿液 或者是極少的尿液 表示他的腎功能幾乎完全消失 不過在臨床端 還是持續的用支持的療法 包括說肝臟的代謝功能 我們盡量採取一些 可以幫助肝臟代謝的一些方法 那腎衰竭的部分 還是採取了洗腎的方式 繼續來維持他們的生命的跡象 粉捲粉 我們這邊的資料是 他是從越南進來的 那在我們是台北 供應商往下供給13家 那這13家從今天早上開始 我們都派案去機場 去瞭解他的 好 可以聽到其實衛生局最新的這個 這個機場當中是鎖定了醬料的部分 除了剛剛所提到的粉捲粉之外 之前外界一直在談說 這保齡是不是有獨特的醬汁 或是所謂的這個炒醬是沒有被機場到 剛剛衛生局也回應了說 在現場是並沒有發現這類的醬汁 但不排除有可能是被藏起來等等 這還是要等到檢調進一步的調查 據先前傳出這個通報案件中 有一例是偽創公司旗下的員工 但衛生局也說一切都還要在調查釐清 之後有更詳細的資訊 才會向衛生來宣布